就要繼續當嘛 對不對 那何必插手咧 我們再來說一下這個 剛才說 流亡政務 分裂國家 就要用綠色護照 那這樣中國不是分裂國家嗎 中國現在不是兩個中國 兩個中國不是分裂國家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應該要用綠色啊 對啊 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用綠色 代表什麼 就只有一個中國嘛 就只有一個中國嘛 你這是假政府啊 這是已經死掉的政府 就只有一個中國 所以中國主權完整啊 我用紅色對啊 你就知道那中華民國代表什麼了 自己在推啊 你看這個 這2008年 很久當選總統 你看 他們在宣誓的時候沒什麼 2012年竟然掛這個國旗 這部署有啊 這不是我念照的 這跟國旗 部署說什麼 搞創意啊 搞創意啊 你搞創意 拜託嗎 總統宣誓就職 這怎麼正式搞創意 你動這圓優惠啊 都騙大家 代表說你中華民國就聰明了 不存在的你不知道 跟你講到很 你後面說 大家都說我講我空 網路上留人說 你腦袋有動 我怎麼腦袋有動 我都不知道誰腦袋有動 我打他一槍 對不對 來 出去都有做Chinese台北有沒有 出去是不是這支 是不是這支 對不對 美國就開始打 中共打壓 我們國際地位不平等 我們要爭取國際地位 我們年輕人傭 好啊 去啊 快點 帶著國旗出去了 這什麼 這部署 台式新聞 前年協底清潔季被判失格 南投高中今天雪恥 就拿到冠軍回來 你看他穿什麼 這個國旗 晴天白日 好啊 沒關係 不能拿國旗 我穿在身上 看你怎麼把它拖下來 真的有厲害 台灣人真的 愛中華民國 愛到這種程度 你這麼愛啊 那你就去愛吧 我美國不管了 你會怎樣 你會縮起 你會怎樣 很煩惱 你中華民國用台灣主權 你怎麼搶那支台北 你有沒有想過 我以前小時候 你第一次聽到搶那支台北 奇怪 怎麼搶那支台北 你應該搶那支台北 不知道怎麼是台北 流亡國家 當然只能在城市 那怎麼可以在全島 流亡 他說那些 中國蔣介石帶過來 全島流亡 那都不對的 那違反戰爭 你看 有了 出去都要這個 你看 就是有人 愛國 愛到太徹底了 我跟你講 每個人都應該愛國 可是愛錯國很好笑 你怎麼中華民國 我是蔣介石 那個流亡集團 跟過來 那你愛中華民國是合理的 你男士 你做什麼 以前有在台灣 生團到現在 你如果去抓他去國境 你看這個 三太子 金字塔 我愛台灣 背著國旗走天下 美國 英國 死報廣場 紐約 倫敦 你看 人家就要讓中國美國撈起來 你又來拿手 不會是說 你真的愛國 可是你愛錯國了 你如果出名隔壁 那些年輕人 真的有這種行為 不通 那說 你如果是說 你如果是跟著蔣介石過來的 二代三代 那我覺得可以 那不是 你本土台灣人 你如果抓這支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告訴全世界 我們本土台灣人 因為讓中華民國管 我們被他管得很happy 是不是 你很happy 你們就繼續管 我美國就旁邊看就好 你台灣人就繼續政治戀獄 繼續 那些不公不義 繼續用吞打 感恩 人不知道就順暑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又感恩怎麼做 蔡英倫 搞什麼危機 這不是太陽花 去年的學運 到要結束之前 不是號召五十萬人 去台北 去台北 有效不 五十萬人 結束了有什麼效果 有什麼效果 中華民說 娃好 一根韓毛也沒有掉下來 你有想過的一件事嗎 我們每個世代幾乎都搞過這個 你以為我們 蔣介石進來 還是228 還是戒嚴 白色恐怖 對不對 對 還要解嚴 好沒關係 解嚴之前還有什麼 美麗島事件 還沒多久 李登輝當總統 還有什麼 野百合 野草莓 太陽花 每天都在無責 那有成功嗎 沒有 因為你要搞體制內革命 你都贏他的薪水 你都在他的體制底下宣誓 效忠中華民國 你憑什麼給人家推翻 我問你 孫中山搞革命 這不清楚 我看是看在錢的份上 有選舉就有錢 那個 那個推翻政府 他有什麼事 接下來 也是有人不死心 好啦不死心來 簽署付台灣 加入聯合國 我們是怎麼沒有國際地位 我們要加入聯合國 對不對 我們重返聯合國 那都十多次 每人都去 你知道 聯合國頭前都要抗議 說台灣要加入聯合國 很多公大人出錢 都去那一條而已 電門口抗一抗一抗一抗 照個相好 旁邊參觀 那是詐騙集團 施明德 阿兵當中施明德搞什麼 洪山軍 說一個人一百塊兩百塊而已 多少人會看他 施明德拿兩億 放在那裡 他剛好把台灣人帶到哪邊去 詳細詐騙集團 你自己講 每次搞台灣獨立 很多人 快點快點 我要搞台灣獨立 讚讚 給你一些錢贊助 錢都拿到去 這麼囂張 現在台灣人都找不出去 搞不清楚你自己是誰 這個 什麼台灣獨立建國 台中火車站 也常常插這種機子 沒辦法 你如果有帶就翻過了 對不對 哪有等到台灣民政府 走錯方向 好 好 不然我們來正名自憲 改一下國民 叫台灣國 不好就不好 阿兵也弄過 到來寫人心說 沒用就是沒用 不行就是不行 也不講清楚 為什麼沒用 為什麼不行 繼續說台灣人 繼續拼 很認真 我們真的愛台灣的 真的 不好 弄錯方向 像這個 什麼 美國台灣政府 什麼台灣獨立自治建國 這段 這段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選出去了 我又過了 你們還在想獨立建國 可惡在上山 我又不知道 你現在搞分裂搞破壞 所以四千人沒那麼少 你來又走出去 來又走出去 沒有 我要的是 一起執政的四千人 不是來上課的四千人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來 我希望說你們就留下來 所以下一次人不見人了 你不見人了 譬如我們這輩子 老十個 店裡分裂十個而已 村裡都沒算 我們一百個禮拜 一百個禮拜沒好 老十個而已 所以我們業績是十個 所以說你們台灣民政有照片 再有四千人 怎麼沒有執政 是啊 再有分裂過四千人 超過 老下來就沒有四千人 什麼執政 來 家裡要說一些大人物 講台灣地位 不要說 看一些投影片 很氣憤 那外國人到底清不清楚台灣地位 布希 沒聽過嗎 杜魯門 還有李登輝 陳水扁 你看 流亡政府 他們怎麼不知道 知道你們民進黨還在拚選舉 蔡英文 這布希 這是杜魯門 這是什麼人 安倍晉山 李登輝 大人物說過什麼話 2004年 美國中醫院 舉行一些台灣問題聽證會 他說什麼 美國繼續支持 維持一個中國政策 這正確的 剛剛的護照告訴我們 中國就只有一個 那他支持 美國政府不支持台灣獨立 或到那邊改變現狀 所以現狀是他自己定義的 他到底想要定義的也不知道 他也不講清楚 反正這句話就告訴你 中華民國 應該是小小的 來 這是潘基文 台灣不是中華那邊公共國一部分 那這樣是中華民國一部分 不是 來 台灣獨立一位戰爭 對 大家都知道 台灣獨立 中共會打過來 不是 中共沒有資格打過來 是美國 台灣跟ROC都不是國家 看到沒有 我們要重返亞洲 第五點最重要 司法部國土安全局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看到沒有 台灣只是 美國認同的中華民國 在台灣佔領 這樣又說 中華民國用台灣主權 既然 台灣是你中華民國的 為什麼要佔領 是不是這個意思 邏輯上一看就知道 這哪有什麼 多大的學問 2007年為德林 聯合國要國家身分 不怪你五十幾次 然後2008年 馬英九當總統 又說我們要外交小兵 然後再也不去搞 再也不去什麼 要什麼搞什麼 要什麼參加聯合國 這個活動 都沒有 所以要加入聯合國 在2008年就停止 是怎樣 他們知道 他們知道中華民國的身分地位 他怎麼會出去外面 自取其路 不可能 不知道中華民國的身分地位 不知道 台灣人的身分地位 就是本土台灣人 舉個例子 大概 1988年的看 還是1989 民國78年 78年 還是79年 當時已經 蔣經國聰明了 李登輝剛當總統 李登輝剛 剛開始當總統的時候 台灣人就開始吵 我們要重返聯合國 加入聯合國 你不知道我印象 這叫有兩個人在電視在辯論 一個叫謝昌廷 記得叫張小炎 蔣小炎 他們在辯論 電視還現場轉播 隔天報紙全版刊登 說什麼 那個謝昌廷說 他辯論方 謝昌廷說 台灣要加入聯合國 才能夠回到什麼正常國際地位 差不多加入其他國際組織 才會被人家認同 才會被打壓 所以 謝昌廷支持 要加入聯合國 張小炎說 加入聯合國 他反對 他反對派 他說 我們不能加入聯合國 我們不能再重返聯合國 他說重返聯合國 是自取其入 這樣的人在電視辯論 我看好聽 我沒看 張小炎 他說 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 你瘋了 你到底要不愛台灣 要不愛專業民國 那時候我想什麼 來到台灣民政 你張小炎 對 你知道 你當中華民國的地位 你知道台灣地位 所以我們中華民國去交聯 那時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對 民國七十幾人就知道 我們2004年 2004年 2006年 我們秘書長都知道 你看 我們差人多少 都不要來講 真的不要講 你繼續通敵 怎麼會來講 我們來 請出去 真的要到處流亡 有 2012年 美國國親 美國國親 西拉瑞 這西拉瑞 那時候也還在插南海 對不對 他告訴中國 你要遵守國際協議 你要按照國際法 結果外交部長楊潔虎 警告美國 不可將南海問題國際化 為什麼不能將南海問題國際化 真好笑 你中國不是說南海是你們的 那就很簡單 對付公堂 國際化 大家來仲裁 為什麼不行 你中國是用騙的嘛 這就不是你們家的東西 你們家的東西 是怎麼不能去上法院 聽懂意思 因為用好的 好的過於他的 好不可以走就好了 平衡摸的可以快算就好了 中國也這樣 AIT 柏瑞光 ROC 不可以暗示中國 對台灣擁有主權 因為這個 這個馬英九 一日子都跟中國越來越行 最後決定前也不在什麼 中國 台灣參加國際組織也不是在中國 不是決定由中國來決定 因為都美國決定 來巴威爾 2004年說 中華美國不是國家 台灣不是國家 不擁有主權 重點在這裡 台灣是美國境外的國內 什麼境外國內 聽不懂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國內法 美國國內法 蛤 台灣是美國國內 你覺得很奇怪 就叫他們 籤子 籤子類似說 類似有點當成是他們家的一部分 這個東西就籤子了 像他們的財產一部分一樣 那美國對台灣有管轄的自理權 結果他把這個自理權送給東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 1979年改成台灣治理當局 所以在1979年 其實中華民國真的正是斷氣了 不是職務人而已 真的職業了 改成台灣治理當局 你看一下台灣關係法 可以有繼承人 可以有繼承人 你中華民國是其中的一任管理員 總管 我們要怎麼爭取我們的國際地位 比如我們班傑新聞政 先證明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要脫離中華民國 可是你也需要到其他國家去 那給你什麼護照 不對 給你旅行政見 比照琉球列島 那琉球列島也是大日本帝國一部分 對不對 二次大戰都掛出去了 還有一個琉球返還模式 他們要回來的時候 他們是用 旅行政見 所以我們也一樣 那也是大日本帝國一分子 所以我們也要申請旅行政見 你們可以生氣 你們可以申請 但是要高級班 上過課 那要用琉球返還模式 琉球群島怎麼回歸日本 我們台灣就跟著那條路走就對了 不過 台灣跟著他走回去 不是台灣變成日本的一神 一個管轄區 那應該是自己脫離 台灣人管台灣人 那邊是邦聯 澳洲 加拿大 加拿大人管加拿大 澳洲人管澳洲人 可是還是什麼 效忠英國女王 所以台灣人管台灣人 可是我還來效忠日本天皇 意思是這樣 有沒有可能哪一天 台灣真的回歸祖國到日本去了 我相信是 我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 目前應該是這個 這個比較簡單 真正的台灣國際體會 剛才那時候才告訴你說 我們跟中華民國真正是 無關係的 全都沒有人 那真正台灣國際體會 其實你把這幾個弄清楚 大家就知道了 第一個馬關條 大家知道嗎 實施明治憲法 我一開始站起來的時候 就來講那個地方 舊金山合約 日華台北的合約 美國給台灣的什麼 台灣關係法 中華民國馬英九 大家都說開羅宣言 那邊開羅宣言 從日本竊取的才要還 台灣又不是從日本竊取的 那所以台灣不用還 那你憑什麼說你用我台灣 來美國憲法第六條 美國憲法 即依憲法所制定的 美國聯邦和眾國法律 以及 美國聯邦和眾國已經締解 即將來要締解一切條約 都是全國最高法律 所以美國 第幾個什麼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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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取消 沒有 有沒有一個公文說取消 或者另外訂一個新的條約 沒有 所以美國總統還是必須要 遵守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 是我們的保命符 你怎麼沒有好好研究清楚 我們真的不知道台灣地位 聽說台灣的什麼大學 一些法律序的 都沒有打過 究竟我們和平條的 很可能 究竟我們和平條要認證 你知道中華民國是嫁的 再加上 那個台灣關係吧 中華民國是騙人的 碰風的 無用之語的 可以確認 究竟我們和平條的 是可以約束美國的 好來開始了 我們剛才說的 都說 你們說的都是 都是對中華民國有負面報導的 現在聽一聽 看看中國人怎麼講 中華民國怎麼講 平衡報導 對不對 當一個記者要平衡報導 我當個講師 我也平衡報導 現在什麼要說的都是 中國人自己怎麼說 中國人自己怎麼說台灣 不要說每次都是美國人說 沒辦法美國人打勝仗 當然美國人說 總不可能菲律賓人說 但是美國人說 他就來看中國人怎麼說台灣 蔣經國日記 第一冊 四四六月 1949年 民國三十八年 民國三十四年 台灣光護 民國三十八年 我已經三四年了 蔣經國日記有記載 他說他對蔣經國說 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 使他的太平洋海島防線 會發生缺口 所以即摩由我交還美國管理 交還美國管理 那請問一下 你蔣經國都這樣講了 那中華民國為什麼擁有台灣 這樣 憑笑 再來 六月十八號 那六月二十號 又寫了 有沒有 父親接禍我 住東京代表團 來電 萌軍總部 萌軍總部哪在日本 在那時候 日本叫他要拯命 日本叫美國拯命 佔領六年 你都不知道 你就是說 最近在簽簽的就好了 日本就 沒辦法了 說拯命 麥克拉社在那幾年 說什麼 對於台灣軍事婆婆有力量 有將我交隱門國或聯合國站管 你們不是說台灣是你們家的 為什麼還要交給人家管 你就是一個代管政府 你就是一個代理政府 這樣看不出來 你們蔣經國改動死了 還說我們說怎樣 憑人報道 我都已經講 講戒指想 1949年3月宣布辭職 那時候在中國宣布辭職 下爺 聽說回他們島的浙江 要鳳花線 在那溫潤好幾個月 那12月份的時候 李宗仁進香港 逃亡美國沒有來台灣 那當時的 現任中華民國總統是李宗仁 李宗仁沒有來過台灣 直接飛美國 請問中華民國王國沒有 中華民國是流氧政府 在這裡看出來 錯 中華民國不是流氧政府 沒有來過台灣 他的現任總統就不來 他怎麼說他是流氧政府 你既就於現任總統要來就不來 所以李宗仁離開中國的 中華民國真是王國 你有錯嗎 結果呢 1950年 第二年來 蔣介石說要負刑事事 這是什麼道理 你已經不是總統 又馬上站出來說 我又是總統 這是什麼法源 誰給他那種事情 你怎麼又重新經過選舉投票 沒有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執行佔領 有沒有 所以你注意聽 注意看 蔣介石在公開場合 都是穿軍服 對 我印象 在做什麼 在欺騙門軍 跟國際人士 他的法理身份的 什麼 佔領日本台灣的軍事總督 跟全世界講 你看 我穿軍服 我真的在保護台灣 我奉美國之力 能保護台灣 我對台灣沒有野心 在外面有的人說 在裡面說 恢復祖國 我們都回到祖國懷抱 真正是 愚人節 來 1949年 陳陳 陳陳 陳旅安贏 來 在台北 就指說 使台灣要成為一個 復興中華民族的堡壘 來耽誤 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 我們 早上都要寫對不對 你看 1月5號 1月13號 蔣介石就說 馬上告訴陳陳 台灣在對日和約 未成立之前 不過是我國 一個託館地在 這樣就好了 你說你用我台灣主權 你們自己人都說沒有了 為什麼要我們騙 騙就算了 為什麼我們再搞 搞階級 階級分話 為什麼我們 我們台南也落稅 我們還不行投漏稅 結果我們福利街也不一樣 對不對 來 他又是蔣介石 在陽明三公 父子的使命跟目的 他題目 他說什麼 我們的ROC 中華民族 在去年就已經淪陷亡國 自己說他僑氣 還說不是 你當事人就說僑氣 台灣人還抱著他的大腿 抱著中華民國的身體 他就擺 擺就擺 都還當成活人 來 1950年5月28 幾個月 兩個月而已 美國國運 像菲律賓 紀寧若總統 要不要讓 蔣介石 跟他的官員 到菲律賓 流亡 看到沒有 流亡 1950年 民國39年 你34年 不是說台灣官戶節 你不是說台灣官戶節 34年台灣官戶節 35年台灣官戶節 36年台灣官戶節 37年台灣官戶節 38年 每年在畫台灣官戶節 是怎麼去流亡 騙嘛 騙騙騙嘛 所以10月25號是愚人節 這不是台灣官戶節 叫菲律賓人說什麼 兩天 兩天是要怎麼逃亡 就不快給他 就用歷史記載 這不是什麼話不說 以前拆的都沒撤到 拆的撤到才怪了 中華民國早就不存在 來看這個 1971年 民國60年 來 這個 看一個這裡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這個聯合國 憑這個原則 以下什麼 他說請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他在聯合國組織 及所屬的一切機構 所非法占據的席位 通通驅逐出去 這2758號 這個聯合國2758號的廣告 在這裡 告訴你 真的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真的沒有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將取代 一定要一個新的政府取代 人毛澤東的政府 這些都是全軍府 這些都是全軍府 杜倫門總統說 台灣第一位未定 將來有美國決定 不是由你中華民國決定 艾森豪也講 你說由美國決定 卡特總統 卡特總統講什麼 卡特怎麼樣 中美斷交 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 中華民國所有國土已經淪陷給中共統治 是 因此承認一個中國 完全是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實施所有中國主權 但是不涵蓋台灣 就是說 你一天不要插我 你 你學不會說 你不要說 所以 美國也不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 擁有台灣 那台灣是誰 你已經來想三天了 有人說一 有人說二 也有人三 也有人四 你認為 這個會選一二的 都差不多中國人 後代 會選三四的 本土台灣人 你們選三還是四 三 三是錯的 第四個也不知道你會來 第四個也錯的 答案以上皆非 這都以上皆非 台灣人的台灣都在說過 台灣人沒有主權 有了有一個人說 那個什麼主權在民 什麼人說主權在民 創立三民主義 那個人說 主權在民 我跟你講主權在民 是什麼權在老百姓身上 選舉權 創制權 護決權 罷免權 那種權利 用政治的小小權利 在老百姓身上 其他的沒有 國家主權 絕對不會在老百姓身上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現在美國不錯 我們來公投 哇 台灣人都要做美國人 我們馬上變美國人 過去都沒有 日本太好 公投 大家都日本人 變日本人 為什麼這樣 如果主權在民的話 投票就好了 大家通過就可以馬上變國籍 到底沒有那個事情 沒有那個主權在民 對 第四個也不對 有人說 對啊 有人在台獨的都說這個 對啊 最近我們就很清楚了 說 日本放棄台灣 所以有主題 我跟你說 如果台灣是殖民地 如果台灣還是殖民地 那這一句話就對了 因為殖民地嘛 你放棄就是沒有了 不好意思 已經實施憲法 所以放棄 只是放棄管理權 治理權 所以台灣的主權 還在日本天皇手中 所以你搞台灣獨立 可以啊 日本天皇有同意嗎 沒有 我台灣人同意啊 沒效啊 對不對 我們來去哪裡 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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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公投 你怎麼打也沒效 你全部通過也沒效 處處都不同意 台灣人要搞獨立 可以啊 你還問天皇 日本天皇 不是問本府台灣人 來再看這個日華台北條 這夜公超公的 夜公超 以前大家都知道 外交部長 來 他說舊金山合約 並沒有規定 把台灣朋友規範給中國 就規範給什麼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沒有台灣的主權 只是什麼 管理權 這夜公超公 都你們中國人說的 別說我自己學不會變的 那人昨天 一個日華委員就問他 那台灣跟朋友地位 到底是什麼 他就說 事實上這兩個地方 是由我們控制 但是 維末的國際形勢 不屬於我們 你看不屬於我們 日本也沒有權利 把台灣朋友移轉給我們 為什麼日本沒有權利 那你就究竟我們合約 就大家拎起來了 就像說你們到底 財產向插包 你就不可以拍賣 你不可以轉移 什麼意思 因為你日本台灣的權利 有向拎起來 你就無法處理這塊 台灣這塊地 聽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 日本友誼也沒有用 這樣跟台灣 就是中華民國的 打拼 1951年 這個過多久 早就 34年已經過好久了 你看 那中日會談紀度 有提到美國 駐台大使藍清這個人 有 說什麼 你們在搞這個 中日合約的時候 請你要注意 避免使用技術上的詞句 來暗示台灣已經 因為簽訂條約 而變成中國領土 有 來再三強調 你不要學不會寫 台灣不是你們中國的 你學不會寫 連中日合約簽訂之前都這樣說 都不是台灣民政務講的 都是別人講的 只是本土他人都不知道 所以今天來上課目的 這裡搖搖搖出來 給你知道 一天人要來上高級班 隨身地拿來 那裡在看 這也不像我 我也是一次給他敲 來 來看孫中山 中國人說台灣應該獨立 來 孫中山講的 你看 西元1925年他講的 鼓吹台灣獨立 再來 毛澤東蔣介石也說台灣獨立 你都有 是不是1936年 1938年 胡適周恩來也說台灣獨立 為什麼要說台灣獨立 你有想過一件事情 台灣不是說你們 中國 自古以來 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是你們神聖國土 你就要說 你要趕走日本人 你要關乎台灣 你要解救台灣通報不知道 你如果說台灣獨立 獨立就跟中國做切割 邏輯就不通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就告訴你 台灣是台灣 中國是中國 中國 絕對不是搞災 搞災的事 搞災的事 就要關乎台灣 你看 不然他現在是在講什麼意思 因為 他們這些人 中國人 早早就知道 台灣跟中國已經做切割 永遠不可能回去 可是他還不爽 台灣人搞獨立好了 脫離日本帝國好了 脫離之後 是不是哪一天我中國強盛 再把你吃回來 這樣 好啦 告訴你 台灣不是中國的 台灣人也不是中國人 1949年來 香港大公報 誰要說什麼 麥克阿瑟 說 台灣現在還不是中國正式領土 那當時也沒有簽 簽訂的 舊金山和平條的 但是中華民國一天 不是說台灣官務節嗎 他才說你黑白說 不是 這不是領土 台灣官務節 有 可是什麼協助台灣人獨立 那當時他 其實麥克阿瑟也不清楚 台灣的真正地位 來 1949年 一樣 隔幾天 合眾報 合眾社台北 AA新聞 蔣介石如果來台灣 逃避中共包覆 或在台設立 流氧政府 看到 流氧政府 那麼他將在一個 非正式屬於中國領土 進行活動 不是中國領土 看到嗎 台灣不是中國領土 這不是我說的 都別人說的 這個杜勒斯 杜勒斯是什麼人 杜勒斯 舊金山和平條的 那些草擬人 舊金山和平條的就是他死 跟吉田帽在那裡搶 不是因為一個戰勝國 一個戰敗國 剛才搶 所以杜勒斯跟吉田帽這兩個 來 1954年 民國43年了 43年了 你看 台灣 噴霧主權尚未解決 日本在合約 只是放棄台灣的一切權利 與所有權 在合約中 台本所有權歸屬 並沒有做出決定 舊金山和約的人 都這樣講了 你中華民國憑什麼說 你擁有台灣 那就好了 台灣不屬於中國 再找證據給你看 中華民國的國際法 在1929年 那當時當然還沒來 民國18年公佈時事 當時沒有包含台灣朋友 這可以理解 可是你來台灣了 你民國34年來了 到2000年了 你又重修你的國際法 那台灣是你的 那為什麼沒有把台灣人民納入 納入你的國際 你真的沒有寫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 台灣是你的 你寫啊 不敢寫 2000年了 西元2000年了 來看這個 中華民國憲法 也修了好幾次 在1947年 民國36年 那當時 民國36年 民國34年 那民國34年 不是官戶節 在外國已經 兩年了 那時候 還沒有包含台灣 過來已經台灣官戶了 沒有包含台灣 好來 接下來開始修 到這個李登輝 陳水扁時代 又修了三次 又修了七次 你知道嗎 修了七次 來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規定 中華民國領土 過了江湯 飛進國民大附近 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表決 所以我通過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憲法 從來都沒有把台灣 捧入你的國土 你不是說 台灣是你的 你怎麼沒寫下去 你怎麼沒寫下去 現在怎麼沒寫下去 以前就算 那現在寫 不敢寫 怎麼寫 偏偏台灣人而已 不要這樣說 真的唐山過台灣 我們做什麼都這樣說 唐山過台灣 我們是中國人的 來看這個 給政局你看 1874年 1874年 請問什麼時候 假有戰爭 各讓台灣 1895 1895 1874 不太久 20年 你看 沈寶貞說 台灣因為渡台 禁令實施太久 開山府番 找不到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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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中國人來台灣統治 212年 你當中已經快要 這裡有戰爭了 已經來200年了 說不漢人 你說你都唐山過台灣 你會騙笑 你自己人就說不是 你自己人就說沒有 還在唐山過台灣 蔣介石都學不會說 我們看這個 這大清律律寫什麼 來 第225條 一切官員跟軍人 如果私自出海清商 以往外洋海島 然後就會抓到就斬立訣 現無官員舞弊 不知情 一樣跟著斬立訣 如果有一些什麼 一些其他人員 還有降三品 調用降兩級 留任…的 各位 馬上斬立訣 馬上 執行 各位 你們家如果是在中國大陸 有頭有臉的人 有需要冒險嗎 這都要偷渡 你要拐要偷渡 有頭有臉的人要偷渡 要騙人生的 一定沒有所以沒拐 沒拐這隻就有 我也不能否定說沒有人 但是那些什麼人 通氣犯 前科 對不對 然後什麼 毒神 流浪漢 用通氣 就剩下一個人而已 好啦 不然跟著過來了 那個或許會有 問你 那是屬於偷渡 偷渡可以偷渡多少人 大量的偷渡過來 偷渡還要大量的 對不對 看看 同一時期 這中國人 左邊是中國人 這邊是 台灣人 這是日本時代的台灣人 你現場以前的照片 真的大家都穿得很多 生活資金差很多 你想看看 鄭成功 來台灣 23年 大清帝國 212 中華民國70年 加起來300多年 加起來300多年 台灣怎麼樣 不然比較好 他來這裡要吞打而已 來一個 沈建德 別有用心的血緣移植 乾隆23年 平埔處全部被釋信 他都改用漢人的心事 1895年 1895年 各當台灣 那當時原住民要90% 原住民 不是只有那三地同胞 高殺族 平埔處都算在那裡 本學就是中國人 河蘭的 西班牙辣的 我辦新聞前 有些人 他們說他們有河蘭的血緣 因為洗澡的時候 頭髮是紅色的 但是他們是本土的 他們說他們家有染到河蘭的 這你們也在 我們留著不同的血液 這是做基因研究的 血液裡面 我們細胞裡面有 你先抽一個DNA 用的就去查 我們台灣人 等於是中國人 他用這個就去查 因為他一個DNA 他一個DNA是 專門遺傳給女性 男性會有 但是不會往下遺傳 用這個去找 我們都平埔族 高殺族 那有什麼中國人 少的可憐 舉個例子 檢大師 抗日失敗 在福建張中 張州 遭親國出賣 抓拿後 送給日本出事 日本人剛才進來的時候 我們也是在當成益主 因為我們永遠都是殖民地 因為我們都是殖民地 所以什麼人進來都是益主 我們台灣人也很認真抵抗 那時候剛割浪沒多久 檢大師就 趕走出去了 因為日本人要通緝他 走去中國 他要中國說 我是中國人 日本人要追殺我 你保護我 讓我活下來 中國關於人家說什麼 你回去好了 你台灣已經是日本的 你不是中國人 趕走回來 所以中國人總會保護台灣人 那是我們用我們的熱聯 去貼人家兩屁股 有不想 有不想 祖先論 公於是 中國人 有不想是客家人 客家人就是中國人 我不會說 其實客家人跟民安人 是正成功 來的時候 搞出來的分話 正成功 大家一群人 你們這群人專門講客家話 那一塊給你通緝 你來教客家話 他就變客家人 你說民安 一塊給你通緝 你來教 民安化 民安化 民安人 其實那些都貧富主 那些都貧富主 有不想 他的前阿伯 228 受難者 在淡水 那種沖山 衣服脫光光 丟在淡水那邊 底下這個被割掉 前阿伯 他是228 受難家屬 他竟然去跟中華民國搞那麼 搞那麼麻 這三個都是有頭有連的 滿清國的 在臺灣的高級官員 一個叫唐錦松 一個叫秋風 一個叫劉農夫 日本人一來的時候 滿清一頭想 那個歌讓臺灣 確定馬關條 應該是說下關條 中國講馬關 我們算是日本人 應該講下關條 從小都習慣起來 下關條 他就說 不行 我們要成立臺灣民主國 其實他們也沒有資格 成立臺灣民主國 這個外來政權 怎麼可以成立臺灣民主國 沒關係 然後呢 結果日本人一禮拜 選了之後 看一下 台語有一個阿伯阿伯 是這樣來的 烙跑過程 唐錦松跟劉農夫 烙跑過程 都化妝成老婦的模樣 都化妝成老婦 去了 你知道嗎 阿伯阿伯 會有這裡 所以 臺灣有問題 中國人會挺身保護臺灣 別說了 摔了摔了 你會看得出 日本人一年 就摔了摔了 不是都有什麼抵抗嗎 什麼人抵抗 本土臺灣人 只有本土臺灣人會愛臺灣 你想說那個外來政權會愛台灣 他在那數哪費多錢而已 這個劉奉夫 選回去 他正沒有保護到台灣 他怕回去去找房子 他就說什麼 他說虛構有 群獲華山之際 把他斬首 華山之際什麼人 日本在台灣的第一任總督 外條條說他人打頭 說他人抓到了 真的神經病 為了要減輕他的罪行 然後賣不騙 騙你的大清帝國的皇帝 看一個底下這個 痛恨到幾點 美國CIA情報解密 1945年 美國情報人員駐台密電 中國人就現在 跟蔣介石過來了 要驅離六百萬本土台灣人 因為他們肯定不是中國人 驅離到 你都回到日本 你還要跟他搞在一起 人家不在電力了 那是沒辦法 麥克阿斯說不行 不行就開始騙了 你們都中國人 回歸中國 這都是228的雙手 不要看過 屠殺台灣人民 可以升官發財 就算了 你本土台灣人 你有沒辦法 你為什麼要挖過去 你連戰 為什麼要挖過去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這些都是證據 因為時間要搞 所以我要開始挑 我要搞92個 投影片 然後百五頂 說92篇 要問一下是非題 日清假如戰爭 簽訂馬關條的 清國皇帝 將台灣全島跟澎湖 永久隔兩給日本 對錯 對 來看答案 錯了 錯在哪裡 你會認為它是對 還是中國政府歷史教科書 剋本家的 在這裡 他沒有割讓圈台灣 他只有割讓六個漢人屯肯區 其他的都不屬於大清帝國 他在這裡200多年 加上那個什麼 鄭成功23年到台北 從來都沒有統治過高砂族 所以他從來都沒有擁有全台灣主權 聽懂意思 對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他什麼時候擁有全台灣主權 所以什麼時候 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對不對 歐白王 最後一分鐘 這是 他只有這些而已 大清國 你看這裡有荷蘭 西班牙 這就是鄭成功 鄭成功是民主英雄 關乎台灣 我不會說他怎麼有關乎台灣 關乎台南 我不會說他怎麼有關乎台南 什麼叫關乎 曾經擁有後來又失去又得到對不對 我問你鄭成功什麼時候曾經擁有台灣 一直佔領台灣 很好 好啦 因為時間有限 我沒辦法再說下去了 結論就是 台灣人是台灣人 中國人是中國人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台灣不等於中華民國 好 謝謝大家